很多花人在养鲜开来的时候呢 也会遇到类似于这种的一个情况 而不知道怎么处理 很多话说了 欢迎我的鲜开来花叶子全黄了 这个怎么办 好吧 或者花全卸了怎么办 怎样跟大家说呢 您先选择性的去给他揪掉 怎么个选择性呢 你去捏一捏这些个开拜的花啊 开拜的花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他只要结肿了 他这个杆会变得很硬 只要没结肿了这个他就会代谢掉 一揪就下来了 大家可以这么尝试性的去给他揪一揪 如果说很硬的话呢 大家就留着啊 把这些个蚕花烂叶全部给他弄掉 还有一个点就是不要让他接很多的球 你像123我现在看到的是四个球对吧 你他营养供不上的 之后呢 咱们把所有的老叶给他处理一下 之后咱们要做的是把叶子往下拉 就像这样 把这种叶子全部往下拉 把这种老掉的花都给他揪掉 里面这种芯里边长了很多小叶子 它会影响开花 揪掉 你可以看到他下面有很多的小花苞 长起来的时候这些叶子都会挡着它 挡着它之后就在这儿 就浪费了 营养全浪费了 你也看不着花 它也长不出来 你看下面还会长一些很多的小花苞再出来 把这些个叶子呢 往外拉 给里面啊 它开花它是从里面开 给里面腾够足够的生长空间 啊 大家可以看到呢 地上现在处理了很多的出来啊 相看来 其实呢 它是特别爱截这种种球的 到后期以后呢 可能上面有很多的种球 估计得到要想丰收的话 得等到夏天了吧 反正得两三个月才能够成熟 起码要等到成熟的时候 这个感觉它会自行的一个 就是干枯 慢慢的到时候咱们把这个球等到成熟了 咱们就摘下来重新做 那现在这种时期呢 咱们要做的就是什么呢 摸一摸盆土干不干 如果说盆土干了呢 大家就可以浇一遍水 如果不干 大家就可以稍微等一等 然后呢 咱们就适当的追一波肥料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是之前呢 下过一些个 控食肥 控食肥现在已经缓慢的在释放养分了 但是呢 咱们这个时期呢 还是需要追一波肥料的 这个时候要追什么呢 要追一些素消费 不论是大家用什么样牌子的一个 控食肥哈 像这种时期长得比较旺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再加一波肥料 咱们施肥的时候呢 我个人还是推荐花多多二号 如果说大家家里面有零酸二斤甲 也是可以的 因为现在是开花结果期嘛 就是零甲肥招呼之上 肯定的话 我在用肥的时候 老是 掌握不了这个量啊 其实大家就记住一个千倍定律就行了 像我们的话 更多的是凭经验 因为花质多现在还是有颜色的 可能过段时间就没什么颜色了 我们都是通过这个色泽度去判断的 我们会送一个小勺子 一勺的话 大概是两两克哈 像我们的话 就是看着这种随缘法 就是大概这样往里加 就这种感觉 大概差不多就行了 之后呢 就搅拌一下 它溶解的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说叫水溶肥 接下来呢 就直接等到干的时候呢 就对水浇进去就行了 大家浇的时候不要学习我这样往心里边浇 往心里边浇是一个不好的事 您可以什么的沿着盆边去浇 或者呢 找一个托盘 直接往托盘里面加水那种 在那往上吸 没了再加 没了再加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水位是慢慢的往上吸的 好 继续往里面加 它慢慢往上吸也行 或者呢 是这种沿着这个盆边边慢慢的浇 慢慢的浇 一遍不清 浇两遍 两遍不行 浇三遍 慢慢的去给它浇透一下 它的一个施肥周期啊 还是要根据浇水来 等到该浇水的时候 大家对着这种素效肥去浇 像很多的时候呢 总是担心肥料会烧花啊 其实我要怎么跟大家说呢 其实这个植物呢 也类似于咱们人开车 像这种在高处生长的一个状态呢 就相当于咱们是开车上了高速 你油门踩到底都可以 它也能穿得出去 对吧 它就怕什么呢 这个植物本身长得不快 你反倒 你给它加了很多肥 这就不行了 它植物长得快的时候 你给它加肥啊 你正常按照这种实用比例来 一千倍五百倍 一眼是没有 你只会越开越快 就说你千万不要在那种乡村小道 这个植物长得不快的时候 你只得肥料去让它长得快 那是不对的 好吧 这是相互的 只有说是在这种光明大道之上 植物长得很哇塞的时候 好了 希望华尔门在新的一年里面 也有自己的一个光明大道 好 加油 加油 那是老花一 两花最长一 拜拜